现在我在这个3ZERO的BOOF的边咯 这位鞋子请你寄我介绍一下 嗨,我是Joe,M5是马来西亚3ZERO的总代理 我是Joe,其中一个伙伴 告诉我们多一点关于你的产品吗? 其实我们有大概有三四个不同类型的类型 当然我们有一比六MDLX,DLX,MDLX类似这样子的东西 所以在马来西亚主打的传统会比较多 当然我们也是有一些日本的IP 就比如说有Spy Family,Buzzard 现在我们有Romotech,Mask Rider 现在也是我们主打的其中一个一比六的东西 所以现在也是开始有那个ROCKMAN 讲着看了你们的产品一些,我又觉得很刺激 比如讲说那个ROCKFORGER的,我看到它的Costume是Fabric 我讲着,这真的好刺激 所以现在你3ZERO的产品,现在它是比较Quality会在那边 如果是讲是MDLX,比如说那些Transformer的 它们的活动力会比较好一点的 而且我们的Weathering,我们的上色 你可以看到虽然是Plastite,也是看到有些是很像是带卡 可以告诉我哪一个是你们现在最新的Release? 我们最新的Release现在我们在这个会场,这车的长在TAGCC 所以我们总共有5个不同的东西啦 所以有WALTRON,黑板 所以我们有MIMSIQ PRIME,也是有点不同的Release 也是会场LIMITED 当然我们也是一个Oltimus PRIME,也是LIMITED的 但是是给PORDER的,是有一个地球的 所以我们也是有ROBOTEC,也是ROBOTEC是第一号级有Rendering的 在这全部产品里面哪一个你觉得你比较自豪? 一定是Transformer的系列 有specific哪一个Model吗? Model是你很难讲哪个Model,那个系列是不是其实大的DLX,MDLX 还有那个Premium,讲真的是你可以看到它们的Rendering全部是很漂亮 而且是有,你拿着那个手感活动力那些东西是很好的 不过是,我是觉得是在Transformer,它是做到很细腻那些东西 上色那一部分,全部都是,真的是Quality很好玩 你会讲说,全部是问题啦 你会recommend我拿走哪一个产品? 如果讲在这个现场,现在有的时候 我就会叫你去拿那个LIMITED PRIME 因为那个是,我是很LIMITED,我的货是很少 而且是它有Rendering,在加买那个X4会比较多 所以我是觉得,现在目前位置你是可以拿 这个问题啦,但是如果你不能回答没有关系啦 可不可以给一点,就是讲讲小小提示啊 下一个系列你们会出的是什么 那种就是,你们有announce咯? 但是你可以给一点点小提示 我可以讲是,有一个已经是announce了 在日本的那个展的 我们会出一个1比6的鬼滅系列 所以1比6的鬼滅系列是应该是没有人出过的 都是1比12,所以这个1比6系列 明年的project,已经有Prototype出来了的 我可以讲现在是鬼滅 现在可以开始收住前人啦 鬼滅 你有什么信息想要传达给我们的观众? 其实3ZERO的品牌在马来西亚 在这几年我们已经是开始在DAGC推广一段时间了 所以现在是要给多一点的人知道3ZERO的这个品牌 我们是distributor在马来西亚 很多的其他的玩具店都可以买到我们的产品 其中一间是Toy Panic 其中一间是Toy Panic 其实你们想要的东西,我们是东西 会尽量会满足那些玩家啦 好的,Vister 我们来WTownPair,谢谢你